英空陶同学们应该都认识了 不认识的快去补一下课 毕竟他可是和三上天使蒙等人齐名的 不认识说不过去啊 他混合了白石莫里奈的 治愈名谋天使蒙的 俏鼻嘴角采美寻果的身形 陶乃木香羹的气质优点等于一体 身处爱皮社被称为次时代超级明星 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甜美的笑容 真的是让人爱 他于1996年底出生于日本秋田县 17岁的时候便从秋田移居到东京寻找机会 因为其长相甜美自带亲历感 所以人缘也很好 在入行前他一直做着歌手的工作 这个很少人知道 当然血针也是有的 2016年的时候市场遭遇暴击 爱皮社青黄不见 没想到的是在2017年北都集团 竟然将当时的新人给了爱皮社 其中就有明里和英空陶 这可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 汉苗得雨枯树逢春 于是当时爱皮社为英空陶做了庞大的宣传 因为他们有信心观众会被 英空陶的甜美及身材所折服 看到这里你会对他的身材抱有怀疑态度 真有这么顶吗 真有这么顶 小西妖几夫白西G卡抛派蜜桃美吞 这些条件叠加在一起 直接让他踏上了巅峰 成为了2018年的最强新人 这也难怪这样的外在条件完全不 属于暗黑界掌控雷电的高桥圣子呀 在剧中我们看到的他经常都是笑嘻嘻的 现实中他性格的确也是比较活泼的那种 他很擅长和粉丝们在社交媒体上互动 而且最关键也最要命的是 他很喜欢发福利 这可是粉丝们的最爱啊 而这也让他的人气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准 如果你也喜欢他 那么不妨再去复习一下他的功课吧 好